这里就是昨天晚上的驻车地 我把车停到了草坪的那边 这里是内蒙古的霍林波勒 大家标出来 一般他不会离开我十米之外 他其实也胆小 不敢跑远的 早上起来 我忙完了阿彪的事 我才有时间开始收拾 这小两个我一起床 就必须得要把他抱下去 不然他就缠着我 然后接着就要给他做吃的 有时候感觉我们成年人还可以肚子饿一步 小阿彪不行 他要饿了他就缠着我 一会儿出去吃个早餐 吃完早餐今天接着出发 晚二三走 应该是今天晚上能到 阿彪不要我携带 找了好多地方终于找到了一家包子店 好多天没吃包子呢 点了几个包子喝点豆浆 一会儿就点了早餐 那时候我们闻一只能是咋样 今天的路 我一直感觉是在晚上走 海马在逐渐升高 这两天长途驾驶 首先是感觉身体比较累 然后还有一种感觉 眼睛比较累 这一路风景确实很漂亮 停在心上或停在看 当然肯定是在保证安全驾驶 前提下来 下车休息一会儿 大家不要下来热尿一下 这片草原好舒服 吹着风 晒着阳光 让人感觉心很静 现在中午一点钟了 前边两公里有个服务区 进服务区吧 休息了 这车要加油 人要吃饭 排车是个体力火 到了以后先去换件衣服 这内蒙古的天气一早一晚特别的凉 中午这会儿就是喝完窗薄衣 喝多了 先把泡狗粮的水给刷上 哇太热了 现在多少度啊 哇 28.8度 早晚的天气就10来度 这会儿中午太热了 不穿件外套也不行 这开车的时候吧 要把窗户打开 窗户打开 这里拿空气好一点 外在风吹着也受不了 狗粮也泡上了 还没好 那个还有点烫 它现在还不能吃 这个小家伙肯定是饿了 现在这会儿安静下来了 我马上又要刺激它的神经了 摸一下 凉了 惊动了 被我惊动了 阿彪 来 好了 坐下 嗯乖啊 等个 先吻一下 嗯嗯嗯 嘿嘿嘿 坐好 等着啊 倒数3秒 3 2 1 开发 不要不要等急了 这耳朵怎么这么大 哎呀 你挺会心疼人的啊 阿彪 啊 你怕我辛苦 怕我洗碗 累是吧 看 周边都要舔一舔 舔得干干净净 哈哈 多干净 嘿嘿嘿嘿 关牌行动 你是好样的啊 阿彪 嘿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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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车停下来休息一下 这个天桥上面是一个观景平台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好 所以我决定上去看看 我决定下来休息一下 花了两天的时间 我们从内蒙古的西林浩特 现在终于到达了阿尔山 行程有690多公里 本来按照原计划来 今天我们就要跟七哥会合 但是七哥选择走的是沿着国境线 走了省道 然后我跟KO姐是走的国道 相对来说国道要好走很多 听七哥跟我讲 省道那边路况特别差 所以今天七哥也没有赶到这里 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感觉这两天的时间 确实还是行程还是很赶的 一会儿好好休息一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